手风琴可以让我们利用音乐去跟世界接轨 与世界接轨从西洋的管风琴开始 到国乐的声 演变到水手军队玩的六角风琴 到这有重量的巴扬手风琴 佛光森极乐寺中门馆 邀请专业手风琴演奏家林晨琴 主讲苏浦世界吹来的风寄音乐赏息 从手风琴的源起 到演变成不同类型的乐器 仿佛走趟历史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手风琴 手风琴在对台湾人来说 只有一个刻板印象 就是以前Nakashi年代的键盘手风琴 手风琴其实在全世界有高达一百多种 不同的手风琴 我今天有带来各式各样的手风琴 就是有手风琴最一开始的样子 一直慢慢传到世界各地 衍生出不同世界音乐 在演奏的手风琴的种类 透过不同的手风琴 认识各地玩音乐的朋友 更透过配乐环游世界 例如说电影配乐 或者是电视 或者是流行音乐 甚至宗教音乐也常会拿手风琴来做编曲 大家最常听到的例如说宫崎骏的配乐 就是90让他写的一些非常多的动画里面都有手风琴 例如说霍尔的《雨动城堡》或者风琴 就是很多很多的电影里面都有手风琴的声音 音乐历史也与基隆连结 凌晨骏演奏台湾民谣望春风 早期的Nakashi音乐 就是与世界接轨的一文成果 今天很开心可以听到老师 就是分享这个手风琴的内容 然后才会知道说 原来基隆是这么有特色 就是他这么早就跟国外去做接触 那像小区就谈了很多他的就是手风琴的这个曲调啊 然后我觉得收获真的非常的多 就蛮有趣的 而且老师还带实际的东西来 从这个音乐会里面可以知道我们很多基隆的历史 然后听了这个手风琴 就让我有一种这个撕骨的情绪啊 就是觉得说原来我觉得这个手风琴 跟我们这个基隆港都很那个相互印合 凌晨琴演奏不同民族特色的旋律 传达世界各地的情感及人文气息 他也分享自己用音乐 运用在佛法思维及对应生活的态度 同时演奏自创的佛系乐曲 It's Love 透过佛系音乐 展现地球的宽广和艺术无限的美好 记者蔡小军 吉隆报道 It's Love